hello 欢迎学习爬冲课程 那么从这个开始的话 我们就进入到一个新的学习阶段了 这个学习阶段我们要学习的一个框架 也学习一个爬冲框架 叫做scribe框架 那么这个框架的话 可以让我们写爬冲的时候 开发效率变得更加高 而且爬冲的效率也会变得更加高效 这个地方我们首席的话 先来对这个scribe框架来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那么写一个爬冲的话 你需要做很多事情 之前我们大家写过很多这种爬冲的 比如说发送一个网络请求 那么你可以使用原来的库 或者是有request库 数据解析 你可以使用bill of soap xbus 政策表达式 或者sense选择器 数据存储 那么这的话 我们之前讲过excel表格 swe 还有jason 还有方法爬冲机制 更换 方法爬冲机制有哪些呢 什么叫做方法爬冲 就是我们去请求个网站的时候 爬去个网站的时候 那么他做到这个反爬冲机制 那么这个数据我们就请求个回来 对不对 所以这时候的话 我们就要去反反爬冲 对不对 反反爬冲啊 那么可以通过哪种几种方式呢 第一个的话是更换这个代理IP 对吧 第二个的话是这种请求头啊 还有是一些其他的东西啊 一步请求的 对吧 就是我们做一个爬冲啊 写一个爬冲需要做这么多事情 对吧 那么如果这些工作啊 我们每次在写一个爬冲的时候 如果这些工作我们都需要从零开始去写的话 那么这样会比较浪费时间啊 因此啊 这个scribe框架把一些基础东西都给我们封住好了 把这基础东西都给我们封住好了啊 那么我们用这个scribe框架去写爬冲的话 就可以变得更加高效啊 那么这个高效的话就包含两个方面的高效啊 第一个方面就是这个爬冲效率就是呃 因为这个scribe框架它底层排 采用的那个trist的那个酷啊 那个酷的话是一个非常高线的 一步一步的一个真的酷啊 那么爬冲效率是比较高的啊 还是另外一个是开发效率 对吧 开发效率啊 我们不需要去写一些 比如说网络请求相关的东西啊 设置一下呃 一些东西对吧 那么这个开发效率也是比较高的啊 因此我们在那个呃 在公共在 因此我们在公司里面如果真正的去写那个爬冲哈 只要是上了量的一些爬冲 都是使用这个scribe框架来解决这个问题啊 而不再是而不再是使用之前我们的那个什么呢 request酷那个东西去写些啊 request酷那个东西的话 你写一些小爬冲的话是没有任何问题啊 那么对于一些上了量的爬冲啊 就是呃 爬起的网站比较多啊 然后的话爬起的数据量啊 当然不是数据量啊 爬起的那个呃 网站的那个复杂度比较高啊 那么我们一般的话就是可以使用这个scribe框架 好吧 所以说学会这个scribe框架的话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 基本上只要是一个合法合格的爬冲程师啊 基本上这个框架的说话是避讳的啊 避讳的啊 好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的话啊 就从那个什么的官网上面啊 从那个呃 scribe框架的那个官网上面 拿了这两张图下的 拿了这两张图下的啊 好 第一张图的话 大家应该也是见得比较多的啊 就是这个的话 这两张图的话就是对这个scribe框架啊 啊 他的那个架构来呃 并且他们每个架构之间的那个数据啊 传输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啊 呃 这的话我们就不看第一张图了 因为第一张图的话 他只标识这个什么呢 这个呃 这个走向啊 而并没有标识那个什么呢 那个呃 第几步从哪步开始到第几步 好吧 那么我们就直接来看一下第二个啊 来看一下第二张图吧 这个里面啊 涉及到有这么的模块啊 第一个的话就是个引擎 就是我们这个爬充的这个引擎啊 他就像是我们的这个汽车的这个发动机 这个引擎是一样的 对吧 你没有他 你这个scribe框架是根根本就公众不了的 对吧 他是 他是作为一个scribe框架的一个核心啊 一个核心啊 好 那么spider spider spider这个东西的话 是我们自己写的一个真的爬充啊 我们自己写的这个爬充 后面我们会跟大家讲到啊 就是我 比如说 你去发送一个真的请求啊 你从那个什么呢 从那个 把这个请求向他的数据 该怎么去解析 那么这些工作的话 都是在这个scribe框架当中完成的 都是在这个爬充当中完成的啊 好 下面一个调动器啊 schedule schedule的话 大家调动器的意思 调动器是什么呢 就是你要去发送 哎 你要我这个scribe框架去爬充 那么爬的话 肯定不止爬取一个UR 对吧 可能需要爬取多个UR啊 那么多个UR我该以什么样的顺序去爬取啊 呃 爬 该以什么样的顺序去爬取 如果碰到一些重复爬取的一些这样的UR 我还该如何去处理 那么这些工作的话 都是啊 在这个schedule这个调动器当中来完成的啊 这个schedule这个调动器当中完成的啊 这个schedule的话就现在是里面它有一个这样的啊 堆裂啊 那么的话你来这个啊 UR我就啊 是一个request 然后放到这个堆裂当中 那么以后你要再再爬的话 再从这个堆裂当中去取啊 那么这个的话就叫做调动器啊 好 还有是这个download啊 这个下载器 那么这个下载器的话 毫无疑问啊 就是从那个什么呢 互联网上面去把这个数据把它给下载下来 把它给下载下来啊 好 然后的话还是 还有一个东西叫做 Admin pipeline啊 这个pipeline发音成中文 叫做广道的意思啊 广道的意思 这个东西的话 是方文用来去做什么呢 用来去处理啊 就用来去存储你爬取的那些数据啊 那么这些数据 你爬取下载后 你要存储到哪些地方 这些工作都放在我们的这个pipeline当中来完成啊 当然该怎么去存储这些东西 还是由我们开发者自己去写啊 自己去写好吧 好 这个的话就是对几个模块啊 来做了一个简单划分 那么接下来 我们再来把整个流程 来跟大家理一下啊 好 首先的话啊 是先从这个什么 先从这个spread 从这个排床当中啊 你发送一个任何请求 对不对 发送一个请求以后 那么这个请求 它并不会马上马上发送出去 而是先发送给什么呢 来看一下第二步 第二步 而是先发送给那个雕头器 那么第二步器 接受到你这个UR以后 它再把这个UR啊 升至一个request的一个任何项 下这个的话 从注到它里面的一个站的堆跌当中啊 从这个堆跌当中 那么接下来的话 这个引擎啊 这个引擎的话 它就不断的从这个掉路器当中去取这个 取取这个呃 请求啊 取这个请求 拿到这个请求以后 它再把这个请求啊 走第四步啊 把这个请求扔给这个下载器啊 扔给这个下载器啊 那么扔给这个下载器的时候啊 扔给这个下载器啊 那么这个下载器的话 它拿到这个请求以后 它就从这个互联网上面 把这个数据下载下来啊 把这个数据下载下来以后 它再把这个数据返回给我们的这个引擎啊 引擎拿到这个数据以后 它接下来再把这个数据返回给这个什么呢 返回给这个spider 也就是返回给这个爬虫啊 那么返回给这个爬虫啊 那么这个爬虫的话 就是我们自己写的 这的话我们就可以拿到啊 这个下载器给我们下载好的这个数据 然后的话进行一层这样的分析 把不需要的数据把它给去除掉 把需要的数据把它给提起出来啊 就是使用的是xpass啊 bfstop这些东西把它给提起出来啊 提起来我们想要的数据以后 接下来我们再把这个数据扔给这个引擎啊 再把这个数据扔给这个引擎 引擎拿到这个东西以后 再把这个数据扔给什么呢 扔给这个pipeline 扔给这个广道啊 那么这个广的这个这个里面的这个代表的话 也是由我们自己去写啊 该怎么就存储 存储在哪里 比如说存储在mycycle当中 存储在mango当中 存储在json文件当中 存储在一个set当中 还是存储在哪里 那么的话都是由自己开发的自己去写啊 这样一个整体的流程完之以后啊 就实现了什么呢 就实现了一个爬虫啊 就实现了一个爬虫的一个人的流程啊 一个人的流程啊 然后的话啊 我们这个地方啊 据说因为 因为我们在写爬虫的时候啊 肯定不支持只有一个请求 对不对 那么如果你有多个请求 你还可以继续往这个地方来走 对不对 还可以继续往这个地方来走啊 好 然后的话这个地方还有两个东西 是那个啊 就是这个朗色的这部分的这个东西啊 这地方标明的是什么呢 是中间件的意思 middleware啊 但是这是中间件 那么这个中间件有什么作用呢 比如说我们这个引擎和下载器中间 他们之间有各种的中间件 那么这个中间件 你就可以在下载器执行之前啊 把这个请求到下载器之前 你可以给他进行一些相关的操作 比如说我设置一些真的代理IP啊 设置一些请求的东西 我可以在这个里面来做啊 然后我还是个spider 和这个引擎中间 也有一个这样的中间件 也有一个这样的中间件啊 其实在这个spider 倒在引擎之前 你也可以做一些相关的事情 对吧 也可以做一些相关的事情啊 好 那么这个的话 就是我们这个scribe框架的 一个整体的流程 好吧 好 那么这个下面的话 也是呃 就是对这个每个模块的 那个功能 做这个简单的介绍啊 那么大家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自续看一下 也可以自己看一下啊 这的话我们就不再继续看了 因为我刚刚在讲解 这张图片的时候 其实依旧已经讲得比较清楚了 对 就已经讲得比较清楚了啊 好 那么这几个大家要注意的一点 是什么呢 啊 需要需要学会的一个啊 就是对这张图的 它那个流程 做一个了解啊 做一个了解啊 然后你也要知道 我们一个square框架 它总共是有几部分组成的 对不对 123啊 12345 然后的话再讲 加上两个中间件 对 再加上两个中间件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的这期课程 就讲到这个地方啊 感谢大家 再见